第二个组织叫结地组织 要会写哦 就是密字边集密字边地 结地组织 这个组织呢 跟屏幕组织最大的差别在于 它的细胞排列疏松 就是这边一个细胞 那边一个细胞 这边一个细胞 那边一个细胞 细胞之间距离很远排列疏松 当细胞之间距离远 那它们中间是什么东西 就是细胞间值 好所以四大组织当中 就以结地组织 它具有非常丰富的细胞间值 所以如果今天看到一个组织的描述 它附有它的细胞间值丰富 八九不离十结地组织 因为另外三个组织的细胞间值 不太明显 也不是那么多 但是结地组织非常非常明显 而这个填充在细胞之间的 这些填充的间值 我现在叫它填充物 其实就是细胞之间的物质 叫细胞间值 其实就是细胞的分泌物 它的成分可能是基质 可能是纤维 由基质来填塞这些空间 或是由纤维来填塞这些空间 那下面这几个都是非常有名的例子 我们等一下会一一看 因为这个图不是很清楚 所以以上是结地组织的特性 细胞排列输送 我们来用这个黑猩猩的 这个关节来看 其实你身上的一个关节 你会就一大堆的结地组织 或者这样讲好了 结地组织可能是 我们身上四个组织当中 分布最广的 种类最多的 功能最重要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 你的关节中一定有硬骨 硬骨就是结地组织 为什么是结地 我现在把细胞画出来 这一点点细胞细胞细胞 我细胞之间距离好远 那中间是什么呢 叫做 我打叉叉叫细胞间值 那在硬骨里面的细胞间值 叫硬骨质 这个切片 我们在俗辅的实验课看过 往下走 那你往下走 这个其他的地方 像这旁边的一些间隙 这边的结地组织很松很软 结地织我们称为软组织 一样有细胞 这个细胞跟细胞之间也是有填充物 里面的填充物大多都是基质 所以它很松软 基质的触感类似果冻 基质 那有少数的纤维 它有一些纤维 所以纤维好少 这个组织摸起来就比较软嫩 这一般就叫它软组织 一般会叫软组织的 都是结地组织 好 那你的 这个叫做膝盖这边 关节这里 这个叫做肌腱 然后骨头跟骨头之间 这叫韧带 不论是肌肌还韧带不是很硬吗 它长这个样子 它就是细胞 黑黑的就是细胞 一样距离很远 并没有靠近 而它的细胞之间 基质很少 全是纤维 一个一个的纤维 这些纤维 你们一定听过它的名字 它叫胶原纤维 胶原纤维是一种 很硬的蛋白质纤维 肌肌韧带就是 所以当你哪一天因为运动 受伤 比如说医生跟你讲 你的韧带断裂 韧带受伤了 那你只要适当的处理 里面的这些活细胞 还会重新分泌这些胶原纤维 让你的肌肌韧带 展回去 愈合回来 所以肌肌韧带 虽然那些纤维是死掉的 它没有生命现象 但里面的细胞是有的 所以肌肌韧带是可以再生的 同样的硬骨如果断掉了 也可以再生 因为里面有活细胞 所以你会听到什么 我的肌肌韧带发炎 那就是里面的细胞分泌 所谓的发炎戒指 你就引发红肿痛了 好接下来这个是软骨 我现在框了这个圈圈 叫做软骨腔 里面就有软骨细胞 细胞一细胞二 这里有两个细胞 这些都是细胞 细胞之间距离蛮远的 中间就被这个打叉叉的物质填充 它就是软骨质 所以正好记 硬骨的细胞尖质叫硬骨质 软骨的细胞尖质叫软骨质 这些细胞尖质都是细胞分泌的 所以这些组织都有活细胞 好这是软骨 里面有丰富的细胞尖质 好接下来这是血液 里面有血管里面就有血液 我把细胞圈起来 红雪球 雪小白 白雪球 这三类细胞合称雪球 雪球就是细胞 那打叉叉的 就是细胞尖质 所以我现在打叉叉的都是细胞尖质 可是纤维 可能是这种硬骨质 软骨质 那这个打叉叉的构造 刚好我们学过 它的名字不是就叫雪浆吗 雪浆就是雪液的细胞尖质 所以雪液也是结粒组织 而雪液是唯一一种结粒组织 细胞尖质是液态的 你看其他硬骨质固态 那个软组织基质纤维 纤维 软骨质都是固态 只有雪液细胞细胞织是液态的 它的名字叫雪浆 到目前为止 雪液已经很奇怪了 接下来下一个组织更妙 它叫做脂肪组织 好我把脂肪细胞框起来 这是脂肪细胞 这是脂肪细胞 这脂肪细胞 哎呦 出现一个小问题了 我们不是说结地组织细胞排列疏松 富含细胞兼质质吗 可是你看我的脂肪细胞 排列很紧密啊 几乎没有细胞兼质 那为什么脂肪组织 会被放在结地组织里面呢 这就是我今天要各位解答的疑问 回到它的名字 结地组织原名叫 connective tissue connective 就是连接性的 但是你叫它连接性组织 听不懂 什么叫连接性 你跟它 我把你们连接起来 那我是不是在你们两个之间 在你们两个之间 你可以称为连接物 但是另外一个说词更精准 填充物 我填充在你跟它之间的缝隙 所以结地组织当时会叫connective tissue 是因为它似乎在其他组织之间 填充于内 所以它的功能叫做填充 为了填充 你光是细胞 细胞太小啦 所以才有一大堆的细胞兼质 来扩大你的体积 来执行填充这样子的功能 可是脂肪组织例外 因为脂肪组织本身就是填充物 它不需要靠细胞兼质 你想想看你的脂肪细胞 脂肪组织在哪儿 内脏跟内脏之间 皮肤跟肌肉之间 你的脂肪本来就是填充物 对不对 所以脂肪组织本身就是填充物 它完全符合connective tissue这样的观念 所以它就是结地组织啊 所以脂肪组织是结地组织当中 唯一一个细胞排列比较紧密 没有什么细胞兼质 因为这些脂肪细胞本身就是填充物 那回到这个标题 connective tissue 我们一开始加这个名字 真的把它当作填充物看待哦 可是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 它并没有填充物这么简单的功能 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甚至有人说四个组织当中 结地组织维持你的生存 它是最重要的 它在你全身都有 在你受损的时候 里面的活细胞就会很快的修复 所以甚至有人说 它就是四个组织当中最重要的一群 因为它很多种分布在全身 以上是结地组织的介绍 以这个关节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粒子 那刚刚讲到细胞兼质 细胞之间分泌的物质 可能是基质 基质的成分叫黏多糖 就是果冻啊 所以它的成分比较软 所以软组织很多 但如果你是纤维比较多 就是蛋白质构成的纤维 你就会比较硬 接下来这个纤维有三种 是我的补充 所以我打个大问号 代表课文上不会讲那么多 你们结地组织的细胞兼质中的纤维 可能是胶原纤维 我刚刚讲的 也可能是弹性纤维 很有弹性 像动脉就很有弹性 还有网状纤维 是你的内脏的表面 它是网状 因为你的内脏本身形状不规则 用网状比较可以保护在外面 那我今天只想补充第一个 胶原纤维 因为这个你们生活中会遇到 早上常常会说 女生为了让皮肤好 要多吃胶原蛋白 你吃的叫胶原蛋白 咕溜咕溜的 胶原蛋白就会组装成你的 皮肤的软组织 胶原蛋白 你吃的是胶原蛋白 你吸收的是胶原蛋白 这些胶原蛋白在你体内 有可能会组装成胶原纤维 那就不一定是你喜欢的 胶原纤维很硬 你的肌腱带就很硬 或者是你今天有机会去 肉饭就是菜市场 去挑那个猪肉牛肉 你会看到韧带或鸡腱的 很硬哦 对不对 所以你就直接用手 你好硬哦 老板这能吃吗 老板就会笑你 你疯了 这个很贵 牛筋 牛筋 不是啦 牛筋 大血味 那怎么办 你就知道原来牛筋 它就是胶原纤维 它很硬啊 这时候就是考验厨师的火猴 你要怎么把它炖到软烂 里面的蛋白质里面的双流腱都打断 然后变得很软烂 那就是火猴咯 好那另外 你身上也有可能产生胶原纤维 请问大家 你们身上有八吗 八 受伤后流的八什么八块七 那八是怎么来 让我简单来说明 假如这是你的皮肤 好这是你的皮下组织 或是皮像 皮下组织就是节地组织 那上面是皮肤哦 皮肤是皮膜组织 那平常都讲得好好搭 结果有一天 哎呀你受伤了 这边破开 哇破开 结果这时候是皮下组织裸露 对不对 皮下组织就是节育组织 长得比较快 它就会长长长 干嘛 把伤口填充起来 这时候长出来这些组织 就是胶原纤维 而它很硬 它可以快速的填充你的伤口 那不是很好吗 你就没有伤口啊 对很好 但那个组织比较硬 所以摸起来比较硬 那就是八 所以你下次有机会摸你的皮肤 再摸你的八 哎怎么比较硬 八就是 胶原纤维 八二 那 如果你今天受伤 好啦 尤其是女生女孩子 尤其是你父母 尤其是你小时候 哎呀我的女儿那么漂亮 就脸刮伤了 会不会破相 怎么办 那我们医疗知道 八是皮下组织的节育组织 一直增生来 你就用药物 抑制它的生长 而促进皮肤的生长 如果皮肤很快的长出来 长长长 长长长 是皮肤长出来哦 你的皮下组织就上不去了 你就不会有八 那怎么办 当然用药物是个办法 另外就是用外科手术 把这边的皮跟这边的皮 拉紧缝起来 让下面的皮下组织长不上来 你就比较不会有八 或者是有些药物 可以抑制胶原纤维的形成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坊间 号称可以让你不要有八的药物 几乎都这样的极致 因为他们知道原理是什么 以上是我的补充 因为这跟课程无关 胶原纤维就是你八的成分 也是你肌腱论带的成分 我们先把影片录完 然后我们再好好谈它 好